香港首席華人騎士 二年二十一歲的蔡明肖 在馬會建築騎士學校畢業 做了校長六年的陳念慈 看著他大 陳念慈見盡不同性格的建築騎士 進來學校的都是讀中學的年輕人 接下來的一批就是二千後 他認為教不同年代的人手法都是一樣 作為建築騎士學校的校長 Amy就說最重要是做到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我到門經常開門 他們經過校長室的時候 有一些騰來騰去騰去 你們可能會叫他們進來跟他們聊天 有些情況之下 他們都晚上打電話給你 告訴你其實有很多事情都好像解決不了 又或者你自己主動去 可能未必是面對面去說 可能都是通過電話 通過電郵 通過短訊 很多方面都會觸動到心靈 其實真的可能是一些 未不足道的事 但放在他們的身上 可能會覺得這件事解決不了 就好像整個世界跌下來 所以這個方程式都很特別 總之你會用心它是要知道的 陳念慈認為 老生常談的道理 永遠是成功的條件 你不可以讓自己有很多理由 就是我不繼續去進步 我經常覺得堅持你會是最後成功的一名 對於蔡明少 你見到他 其實你跟他說話很認真 其實他現在在過程上 其實他已經跨進了地步 他知道要維持這個地位 其實他是更加要努力去做 所以你看到他 他各方面都會堅持 Amy 希望 未來的日子可以培養多些 好像蔡明少這一類 有能力挑戰世界級的騎士 做到代代相傳 好 得到 祝誌 感谢观看